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我现在想要我 性命中的波测 的逆竞 在 portraits 上饭的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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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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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美本作像老夫人的公家都办法行业了 念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 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一些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十一则佛言一切诸不为 无量众或痛皆从心所胜 这里就是说 十一则我们大慈大悲 世间当中唯一的量师父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世间当中无量的恐怖畏惧和一些恐惧等等 这些以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 路道轮回里面有无量的痛苦 这些痛苦全部是我们心不清净的力量 而产生的 而导致的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讲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 一切万法 一切痛苦 一切不具 是依靠自己的不清净的心而产生的 这是谁说的呢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唯一的 世间众生的护主 大慈大悲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为主的 诸佛菩萨所宣讲的 那么他能宣讲的话 可不可靠呢 当然是非常可靠的 佛陀与世间的人和凡夫人 是不相同的 他经过多生累劫当中 断除了宣说 妄语的这些罪业的根本因 全部已经断除了 他说是施语者 佛陀言的 这个施语者 大家也应该清楚 佛陀因为断除了这样的 违平所谎话的一种因缘 因此他说的完全是真实语 因此佛陀在《金刚经》当中 也是说了 所谓的如来是正语者 施语者 如语者 不旷语者和不义语者 那么佛陀所说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恐怖 我们现在前面所讲的 非人的各种恐怖 人的各种恐怖 以及大自然界 地色火风 包括什么地震 狂风 海啸等 现在世间上每天都是有 身次不穷的一些灾难 恐怖等等 这些也是实际上 我们的心而造成的 然后我们路到轮回当中的 不管是你变成什么样的众生 所有的这些痛苦 全部是以自己的心造的 不仅仅是这些痛苦 凡是七世间和有情世间 按照大乘的论典来解释 全部是由这个心来造的 《入中论》当中也是说了 有情世间 七世间 种种差别的有心灵 所以我们心能幻化 一切诸法 包括一些大乘的经典里面 都经常说是万返为心造 这些人的心灵里面 都经常说是万返为心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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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感受的一些果报 痛苦 地位饿鬼的这些各种 不愿意的这种景象也实际上是依靠心而产生的 主要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宗族当中就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所有的 我们路道轮回当中最可怕的地友众生 大家学过《正法念诸经》 还有一些《分别有情经》等等 这些经典也好或者我们这个论典 像《大圆满信息》有些大车书 《大圆满前行》等 这些人基本上都知道地狱里面 尤其是在热地狱当中到处都是燃烧的铁地 在这个铁地上有不断地 连续不断地雄雄烈火不断地出现 然后在这里面 有无数的众生在受过 在那个时候想解脱的时候 解脱就根本没办法解脱的 有无数的圆满族 拿着各种各样的兵器 比如我们世间所讲到的 所谓的宝剑 斧头 锯子等等 世间的各种兵器 他们拿着 然后其他有些 像《阿含经》 还有一些《地藏经》等等 有关经典里面 也有一些地狱的众生 比如说一些铁银 还有一些《斗舍》 还有《道山》 《监林》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 不可思议的这些景象 那么这些景象 并且如果众生 外境不是信到的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是谁造的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地狱的这种地盘 不像我们现在人间一样的 一般地狱燃烧的铁板 周围都是有二万有星 八万有星等等 古董经典里面 都有描述的 那么这么大的铁 是哪一个工厂里面制造出来的 哪一个工厂里面提供的 然后这样的如果这么多的铁铁 地狱里面有无数的众生 大家也知道 我们人与地狱的数目相比较的时候 无数的众生 而无数个众生 每一个人有无数的言罗组来 拿着各种各样的铁铁 光说他们的武器 也是在哪一个厂里面制造的 是这样的话 在地狱当中也不可能 人间当中也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么多的原料 制造的工厂 这些也是没有的 从我们世间的语言来讲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众生在世间当中 造了这样的恶行的话 这个恶行成熟于外境 成熟于外境的时候 的的确确你在这样的地狱当中 会感受无量的痛苦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要就是银河处测词吧 快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set的捡则ุ利 我们现在 当中市地方的冠 cycl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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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谓的地狱如果不是自己的心道德 让真正是外境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女人的话 那么这些女人是哪一个学校里面派来的 还是有无数的人 那么哪一个铁柱山也是人做的 谁包的 谁提供的 那这样一观察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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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说了前面所讲到的 不管是大象 死者 宝子等世间的一切 任何非人的恐怖也好 然后来世的我们的地狱 饿鬼 旁生戒等男人的这些痛苦 全部佛陀说是我们在往昔的业里所干燥 然后产生一些恶心 贪嗔痴痴等等恶心 依靠这些恶心的力量造出了上面所说的一切的一切的痛苦和恐怖 十苦三戒当中 所以说我们整个欲戒 色戒 无色戒 在三戒的十戒当中 在没有心更可怕的事情有些人认为老虎特别害怕 有些人认为小徒特别害怕 那么现在的人们 有些人认为非典来了特别害怕 有些人的轻力感来了特别害怕 有些人认为敌人的恐怖 什么恐怖分子 这样那样的就非常害怕 但实际上真的 我们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就是自己的心造了无数的恶性 无数的这种罪业的话 这个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的这种恶性成熟以后 在前百万劫当中 在别的场合里面会束缚的 而其他的一些大象 实现的一些恐怖分子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过一样 最多是抢夺你的财产 抢夺你的一次的生命 然后你的身体全部摧毁 无益而已 除此之外 它也根本搞不了任何破坏的 因此我们应该按照佛陀的教言 内心当中应该想 世间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心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心在所有的敌人当中 是最大的敌人 除了心以外 再没有更大的怨地 佛陀在佛经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佛所毕一切皆有恶性造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了解 在整个三界当中 调伏自己的心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此会员论师 在《入菩萨行论》的大书当中 会员论师也是这样讲的 世界无恶性则无诸恐怖 世界当中如果没有恶性 在这个没有恐怖了 何人超自信 彼乐无间断吧 应该这样讲的 何人超自信 如果任何一个人 挑服自己的心的话 那么他的安乐 永远也是无有间断的 因此我们在现在的时间当中 来世当中 调伏自己的心 遣除恐怖 这一点极为重要 影响的那种 后期工作有什么 それも Vault干东西看 那心里有任何朋友 也好君 resolve ti巨峰 我觉得警告 他们叫我 哪个人要保重 居 assets 时候 我们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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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就是说 善行 善行 喽波罗蜜多 也是依靠心而产生的 有些课办当中应该这样讲 那么首先讲波罗蜜多 那么这个也是依靠心来产生的 他证明说 如果有些人认为佛陀 应该到了波罗蜜多 应该就是波罗蜜多是已经圆满 如果佛陀就是波罗蜜多圆满 不是在自己心上面安立的 而是在外境当中真的要满足所有众生的渴望需求 让所有的众生获得了快乐和具有财富 世间上所有的贫穷人全部都已经有财富了 如果不是从心上面安立 真的在外面的物质上要安立 外面的事物上如是要安立 那有非常大的过失 如果众生的贫苦全部 遣除完了以后 那才圆满波罗蜜多的佛 那就不合理了 我们如今也见到许许多多的 饥饿的众生 非常可怜的众生 那这样的话 以前包括释迦牟尼佛为主的 所有的这些佛陀 他们的波罗蜜多没有圆满 有这个过失了 当然我们如果这样承认 那就不合理了 佛陀大家都是公认的 他一定会圆满波罗蜜多 圆满不是波罗蜜多的 因此我们表面上看到 哦 波罗蜜多圆满的话 一定要满足众生的渴望 是这样说的 这个也没有错的 但是真正的六度圆满 全部是每一个众生 在自己的心上面安立的 而这一点 大家也一定要清楚 好可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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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为布什图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众生内外所有的财产 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善根 果德 就是自己做一些功德的果报 比如说你的快乐 你的财产 你的一些享受的物品等等 凡是所有我们平时所说的 自己的身体财产 善事善根等等 这些所有的所有给予众生 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没有一点条件 没有任何希求果报 希求来世 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心里面什么时候能产生这样的舍心 如果能产生这样的舍心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大乘佛经》当中已经讲了 《卫经》里面也已经讲了 什么叫做布什呢 所谓的布什就是说 舍弃一切财富和 舍弃一切果德的这种心 叫做布什 所以我们《佛经》当中 已经明明地宣说了 布什度的界限 应该什么时候心里面产生这样的 非常圆满的心 那个时候开始 你布什度已经圆满了 很久没没见到这种心 现在已经有看到吧 再次那种心 出ienne的 beh 但是我看了 我会看到你 帮有人向远结是有黄一路的 我会觉得 strong的战友和你帮助那样 就这种对方的心 女朋友是这样的 非常坚持的相似的就是这种反省 但是你和他自然太阳了会有一次任何要交叉 了件事 比不得回来的 《优众》有恶事的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